台中奇美商圈 这家高档烧肉店竟然被查出 囤放过期肉破百公斤 还涉嫌篡改有效日期 店家主打用鹿尔岛直送黑毛和牛 还有日本师傅坐镇专人代考 双人套餐4000元起跳走高价路线 开幕不到一年 被查到16项过期肉品 共192公斤 几乎是半头牛重量 如果不算耗损 可供700多人食用 以全区约40个座位计算 必须连续三周天天爆满 才消化得完这些肉 烧肉店在抓一个人的吃肉的量 大概是200至250克 这已经是台中两周内 第二间和牛烧肉店爆出过期肉品 吃下肚恐危害健康 金黄葡萄球菌 大肠杆菌 或者是沙门氏菌 最厉害甚至可能引起败血症 多亏两名吹哨酒检举 烧肉店遭勒令停业 开罚192万元 负责人与肉品商责备依30万元 以及5万元招保 设饭贩卖妨害卫生物品 加重诈欺及伪造无处 起底送信负责人 事业坐很大 除了烧肉店 还在附近50公尺处 准备开和牛拉面店 民众掏荷包吃好料 店家却囤一堆过其肉 叫消费者怎么能接受 记者黄山富黄山 台中餐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